金流查不出來 硬要將金華城扣連本黨依法申報的政治獻金 有證據可以起訴啊 開槍檢方有證據就起訴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是否延壓答案即將揭曉 而金流就是關鍵 不只柯文哲USB曝光多位企業家曾給錢沒申報 政治評論員陳東豪更爆料 早在2019年民眾黨成立時 柯文哲就透過餐序開啟跟企業大亨的募款方式 大家就統一一個數字 那個數字就是一百萬 一百萬每一個人都拿現金過去 大概在二零二二的時候 柯文哲又有跟這一個企業長輩募款 這個企業主就直接請旁邊的人 身邊的人就把裝個袋子就拿給橘子 橘子也不囉嗦 拿到東西轉身就上車就離開了 直接點出現金就是由橘子經手 而鍾小平過去也曾爆料 柯文哲從二零一四年就會收現金 還因為遠雄指派副總來懷恨在心 只不過若柯文哲真收了錢 沒申報也沒入黨庫 會放在哪 北線遠遊淑會質疑 很可能在這 網友開玩笑說 會不會就藏在逃租隱約的空房子裡面 保全 堪比銀行的保險金庫 空屋可以放錢的話 那北檢現在不趕快去搜索嗎 有所謂的說法可笑至極 不造謠身體會很癢是不是 民眾黨反擊參會所前說 金華城案進入最後收網階段 隨著有企業主陸續坦承 曾雙手奉上現金 柯文哲昔日跟財團劃清界線的人設 已經全面崩壞 3D新聞 黃新城 潘偉翔 亮明君台報道 可能回到這個 sean 林鄭貴 2024 今天 琴